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下午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要严防这种强降雨 而且这种大雷雨的情况出现 我们从卫星云图当中 您可以看到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封面再加上这西南风的影响 导致整个环境场 非常有利于这种旺盛对流的发展 那么我们从今天早上 观察到目前为止 从两广一带福建 一直有这个中尺度对流 这中尺度对流 您可以看到 它不断地朝着台湾的方向 当然这对流萧萧长长 但是从里面 你从这个卫星云图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密集的 雷电的现象 而这样的一个雷电的现象 也顺着西南风 逐渐地朝台湾逼近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在整个嘉义以南的部分 已经有旺盛剧烈的对流 而且这里面还有 不管是这个降雨 雷级 强阵风 像现在台南跟这个台南 还有高雄 部分地区都有最大阵风 达到六级以上 而这一波事实上分成两路 一路是在南部地区 也就是嘉义以南 一路的话 甚至再早一点影响着整个北台湾 现在包括了像是苗栗以北 整个降雨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剧烈 像是现在以石雨量来看的话 在中永河的部分 目前石雨量都有逼近30毫米 台南的雪甲这边的话 有26毫米 嘉义布袋也有25毫米 那么因此伴随着雷电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今天下午可以说是一波比较强的大雷雨的高峰 那么因此也要特别提醒低洼地区 要慎防这种瞬间强降雨 可能带来的积水跟淹水的情况 当然了今天这个整天 应该这个雨都会一直不断地下下去 由于这个对流整条线一进来的话 包含了这个密集的雷电 因此从下午甚至到晚上 都还是会有持续性的豪大雨 我们从雨区预报当中就特别提醒您了 今天的白天跟今天的晚上 以这一波降雨来看的话 降雨的热区首重在这个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在嘉义以南的部分 都不排除局部会有大雨 甚至好雨发生的机会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 就算这热力对流不见了 但是因为这个中尺度对流 里面的剧烈对流 光是它的动力也有机会让晚上 在今天晚上持续性的有强降雨 甚至剧烈的降雨出现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中南部 那么甚至山区都要严加戒备咯 未来这几天 尤其明后两天就是周休假期 那么到底雨会缓和下来吗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一波是今天一整天 到明天的上半天 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天 这个雨就是由大转小转缓的 一个趋势 只不过因为封面还是在台湾附近 那么因此天气依旧不稳定 还是会有短暂震雨 甚至雷震雨的机会 只不过不会像今天这么的剧烈 所以就今天一整天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我们都希望中南部 甚至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严加注意了 时间再交还给家婉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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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